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猪诺号木星探测器是NASA新疆界计划实施的第二个探测项目 于2016年7月5日带着神圣的使命扎入了木星轨道 成为其人造卫星 同时也意味着猪诺号在以后的时间里将一直收集这颗太阳系中最大行星的数据 那么他究竟看到了什么 这已经不是人类第一次发射轨道飞行器了 有何大惊小怪呢 猪诺号进入木星轨道后 将不仅仅只是一台昂贵的相机 它会在木星执行几项严密的科学实验 而实验的结果也将改变着我们对太阳系以及木星的理解 2016年8月27日 猪诺号到达木星云层上方4200公里处 以20.8万千米每小时的绕行速度 正是半夜太阳系的行星之王 木星 这是人类首次有机会以极近的距离观察这颗 体积极为地球1300倍的行星 木星是一个脾气不那么好的天体 浓密的大气层 随处可见的风暴 致命的高磁场都意味着木星并不愿意向人们揭开自己神秘的面纱 探测木星除了需要探测器自身良好性能之外 多少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 不如叫运气号吧 2016年10月 NASA发现猪诺号航天器燃油系统的一组阀门出现了故障 本来计划将进行变轨 从环绕木星53天的轨道加速进入到14天的环绕轨道不得不取消了 猪诺号只能保持原来的轨道继续飞行 以这样的速度环绕木星到原计划截止日 猪诺号连一半的观测任务都完成不了 不过 好消息是 尽管猪诺号没有办法进行变轨 但是科学家们最担心的 遗气被木星高墙磁场破坏的事情却没有发生 2017年2月2日 猪诺号第四次成功飞越木星 此次探测器达到近木星点最近距离 该探测器距离木星顶端云层大约4300公里 猪诺号的八个科学探测器设备和猪诺相机在此次勘测中收集了大量数据 有人会好奇了 为何这次木星探索任务要无限接近木星 其原因之一是 木星的磁层大到让你无法想象 为了避开强大的辐射带 在木星与辐射带交汇处有一个缺口 猪诺号利用这一点穿越辐射带 就能更好地利用探测器对木星进行全方位的探测 有人担心猪诺号仍然会受到辐射影响 而NASA的一个独立专家小组经过评估后解释说 辐射带虽然有大计量的辐射 但是在穿越时实际上受到的辐射远比预期要低数十倍 这些辐射对于专业探测仪器破坏极小 只要不向伽利略号直接穿越辐射带中心位置 那么便不用担心探测器上的探测元件受到辐射损毁 因此猪诺号将任务延期到了2025年9月 获其生命的结束 延长任务的同时 猪诺号还将扩大任务范围 调查木星的星环和一些较大的卫星 实际上这是NASA第二次延长猪诺号的任务期了 按最初计划 猪诺号的主要科学任务只持续20个月 到2018年6月7日 后来NASA宣布延长至2021年7月 到时猪诺号将脱离轨道 以受控形式冲入木星大气焚毁 其实即使不延期 猪诺号也确实没有辜负人类对他的期望 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发现 改变了我们对于木星的看法 人类能够前所未有地拍摄到木星的细节 特别是两集的第一张照片让人叹为观止 当图片传回地球时 科学家们甚至无法从这张图像中认出这颗星球 你在这里看到的是南极周围的许多气悬 这颗星球看起来与我们之前认识到的木星极其不同 不仅如此 图像的对比度也有不少增加 很多细节让科学家们都嘖嘖称奇 为了更好的窥探被木星大气覆盖的区域 专门为航天器设计的微波辐射计 利用这项仪器可以深入木星大气层 能够了解大气层中的氨的含量 他们没想到的是 赤道周围这条氨气带 在这张图像中显示为橙色 这根柱子从云顶下降超过350公里 这让科学家们对此感到十分困惑 在以往的认知中 他们认为大气中气体会混合在一起 呈现均匀分布 然而事实上结果并非如此 这显示了木星在大气顶层下 显示出的多变状态 此前科学家曾经预测 木星有一个坚固的地球大小的核心 但是根据重力学仪器的规测结果 它似乎比预期的要模糊或者模糊的多 这可能意味着核心并不是固体 也许已经被溶解或者甚至是根本不存在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直到所有的微波无线电和磁场数据结合在一起 以提供更完整的图片 要是让你联想红色与木星的关系 我估计你马上就能联想到大红班 2017年7月11日上午9点55分 诸诺号经过静木点飞越了木星上 最具特色的大红班地带 在其上空大约9000公里处 进行了最近距离观测 探测器上的主要相机 等八台能够穿透云层的仪器 在飞越时启动 尝试拍摄大红班全貌 NASA称 这是人类首次近距离观察这个巨大的风暴 这场风暴 从1830年就已经被人类发现了 它或许已经存在超过了350年 在我们看来 大红班可以是很轻松地塞下整个地球进去的 看起来非常惊人 然而放在木星这个巨无霸上 这个大红班似乎也就那样 此前科学家建议 任务完成后故意使其坠毁在木星大气层 为什么说故意呢 来看一段NASA提前制作的动画 显示朱诺号壮烈死亡的场景 2003年 朱诺号的前任伽利略号 在完成木星之旅后 也遭遇相同的命运 理由是防止出现人造外星生物 科学家们近年来发现 它们在地球之外 最有可能找到活体有机生命的地方 就是木卫二欧罗巴 其冰冻表面之下 很可能隐藏着地下海洋 目前正在研究如何向欧罗巴发射登陆器 以便更好的探测那里是否存在生命 NASA与其下属行星保护办公室 对于太空污染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 朱诺号撞入木星 是为了确保木星的卫星不受污染 因为通过木星大气层和辐射着陆的过程中 朱诺号携带的任何细菌都将被杀死 个人猜测也是多虑了 因为行星保护协议规定 探测器必须在干净的房间内组装 而且组装人员必须穿着防护服 随着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加深 这些规则也在改变 虽然预知了朱诺号的悲壮结局 我们也不需要太过伤感 人类对于宇宙的探索是永无止尽的 或者也可以说是自私的 我们想要冲出牢笼 总是要有牺牲的 最后 为每一个天文项目背后 一群默默无闻的人点个赞 为伟大的朱诺号点赞